晚上有关心 在等一下召开的吉亚庭 不会省新市政 市政包括哪些呢 都请终于节告诉大家一节 好主观众 持续在台北地方法院 为你掌握柯文哲及压庭的第一手消息 柯文哲及压庭 预计待会下午两点就会来召开 也就是说离现在不到半个小时了 那么这一次 台北地方法院做出了最新才事 就是第二度吉亚庭不省新市政 什么叫新市政呢 就是柯文哲第一次被吴宝请回之后呢 这时候检方做的约谈的动作 搜索到的证据 包含了供词 通通都不会在这一次的考量范围之内 包含了哪些呢 主要有三大块 第一个就是证人这个邵秀佩的证词 另外呢 就是包含了李文中的证词 他还有呢 就是当时这个邵秀佩跟李文中 他们说的话之外 还有就是四名在押的被告 包含了台北市议员易小威 魏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林小威的助理 当然还有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他们的证词说了一些哪一些话呢 是不是咬出柯文哲 这个部分呢 都是不审的 那当然这一次 陈审法官会做出这样的决议 他是表示 为了保护被告柯文哲的防御权 就是因为检方他提出抗告之后 有一些市政蛮多的 可能会让柯文哲的律师团 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好好的消化 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柯文哲 他的辩护权防御权 所以呢 这个部分检方来讲 他们也是同意的 那么检方同意之下的 他们的考量呢 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手上有的证据 足以将柯文哲积压 或是足以让他聚保了 那这个部分 不审新市政 简便双方都有同意 待会的鸡压亭 预计在下午两点钟 就会来召开 那么这一次 因为不审新市政 他召开鸡压亭的时间 有可能会比较快吗 如果有鸡压亭 结果出来 第一首消息在持续为您掌握主播